马宝国那个事呢 我前段时间可能有段视频吧 咱不久可以在快手号里给大伙发出来 我可以再说一下 这个马宝国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这个恋的东西有问题 我这告诉你 从来就没有什么刑意婚元太极 刑意跟太极呢 还有八卦掌 这是那三家 三家全法 我当年到武当山的时候呢 武当山有几派的一老一少 当着我吹牛 就说这是张三丰 他们都是张三丰了不起 说张三丰呢 是太极拳的老祖宗 这个勉强还有这说法 因为确实武当传了张三丰十三世 原件太极拳 但实际太极拳是一个名目 叫王宗岳的人发明的 后来王宗岳传蒋发 蒋发传陈王廷 蒋发是跟着李子诚造反 叫蒋把似 传到这个河南温县陈家沟 就老陈家 陈王廷是陈氏太极老祖宗 这是正根 但是那武当派呢 有很多人认为呢 说张三丰是所有这权术老祖宗 说什么太极 行义八卦这三家老祖宗 都是张三丰 行义咱都指的是那个 山西人李洛能创的 八卦呢 是河北文安的东海川创的 这是有证据可考的 都说张三丰 我说张三丰是贴好高的 你不能烂贴 再一个 既然都是张三丰创的 何必分开叫行义太极八卦 你就统一就叫武当什么拳法 就完了呗 或者叫你张三丰什么三封拳就完了 就是分这叫没有这道理啊 所以就说这个历史上 行义是行义 太极是太极 哪有什么就行义浑原太极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有点扯淡 这是一个 我当年在做精武杂志的时候呢 就曾经有这个 练得不伦不类的人经常说 哎你们这个精武杂志 说的都胡说八道 我们哪天得去哈尔滨 踏平你杂事 就武术界这种网人非常多 你现在这么长时间你也看了 就冻嘴皮子多 能打的少 为什么呢 我给大伙讲的就是 好像说说那传统武术就不能打了 我们被骗这些年 不是那样 这个搏击术既然产生了 它一定管用 要不然绝对不会流传到现在 你看泰拳也好啊 什么和气道也好啊 空手道啊 还是这个柔术啊 这些人类发明的搏击术 流传到现在 它一定能打 有它道理 那说为什么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人 都让薛小冬这般人给打了嘻哗啦 就不能打了呢 我跟大家讲 这传承是有问题的 有句话叫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并不是师父跟徒弟争宝们 而是打人的东西就那点 你要很快就把这个徒弟教会了的话 徒弟就不再给你学费了 你明白吗 不给你学费 师父不就饿死了吗 因为过去很多练武的 就是靠教徒的挣钱 为啥穷文富武 你看那个学文的人 往往家穷得要死 范仲淹你知道吗 家穷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一个盆煮个粥 大冷天跟外面冻上 割菜刀划个十字 一顿吃四分之一一块 然后呢 咸菜条这么长 切几段 拿一段就是粥 这叫断脊划粥 脊就是咸菜粥 这是个掌控 就穷人 他习闻 为什么习闻 在这读书不用动 那消耗少啊 这点就够了 练武不是啊 年轻力壮小伙子 半大小吃死老子 一翻跟头 十个馒头出去了 没点钱能供起吗 所以练武的人家有钱 有钱就交得起学费 所以很多练武人 就吃这些人家 你说你把这打人的东西 你就丑功夫俊把 打人的东西永远就那 就一两项子 我都交给你了 你不用再跟我学了 你还能给我钱了吗 所以这是生意 那么我怎么能长期挣你钱呢 他想了办法 我教你练基本功 打不好也打不坏 我弄了很多套路 让你慢慢练 全无全意 无意之中是真意 用意不用力 你玩去吧 反正你也练不坏 完了我考察你人品的 我不能轻易传给你啊 我怕你危害江湖 那都是扯胆的 到后等着等着等 到最后 自己打人东西呢 半道死了 没带下去 进棺杆里头了 完了传不下去了 所以好多东西 就这么传媒的 所以武术的分成三种东西 第一种是呢 演法 演习演练 表演 套路就是演法 给你演示武术怎么怎么 其实没啥用那东西 比体操都不如 演法 到最后第二层是练法 练法就是真高 到你基本功了 你比方说啪啪 力量怎么打 气怎么发 但问题是呢 你人不是傻赖子 不是那砖头 让你白皮的 对不对 人能闪能躲呀 所以这练法 只能增加基本功 就我们说的练功 就练功不练拳 犹如吴舵船 练拳不练功 到老一场空 所以这到练法呢 你就开始进入一定阶段了 最后是打法 把练法伞出的功力 用到打上边 结果呢 演法横行 练法传的都不多 到打法失传太多 到现在武术不能打了 就剩下个研法了 你看到那研法怎么来的 杨露禅当年能不能打 太能打 杨是太绝 杨是太极老祖 把他到北京 给苏王府交拳的时候 王公贵宙让他交 一个是内幕的东西 不能随便传 自己压箱劲不能传 第二个 我就教你 要炼我得吃苦 你这些达官贵宙 养尊处优 能吃掉这苦吗 所以他让他儿子呢 他儿子叫杨建侯 有文化 把这个太极小价 改大就改成中价 就漫不悠悠变慢了 速度 任何打人的东西 都不可能是慢的 慢的我怎么打你 这东西 所以到他的孙子杨成普这 变成大将 到民国谁都能练 所以你现在练的杨是太极 根本不是杨露禅是太极 是杨成普是太极 早就不能打人了 你再加上王宝国这些 平常就打徒弟了 徒弟配合表演 你看那严芳大使民 也都配合表演 那就跟直接踩到电门上似的 那更夸张 那么时间长了 一见着王宝国 哎呀厉害了 师傅啊厉害了我的师傅 吹捧时间长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姓啥 他以为他真厉害呢 马宝国最大的悲剧是什么 没骗了别人的时候 羡慕自个儿骗了 他认为他真能打 上去他 他只都不是那模式 为什么传武这些传统武术人 实战能力比较差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石下海体校 当时就搞了一次 就李连杰他师傅那帮人 有些人就开始练散打嘛 呃成立散打队 散打队呢 想搞一个国际比赛 就向民间找高手来当教练 以为高手都在民间 也当时受到武侠老说的影响 什么这位十二金钱标了 偷拳了 鼠山剑下转了 但是那这金庸小时候没过呢 找那么些人 跟专业的散打队 练了一两年散打的 把这些传武的人 打着头破血流的 最后总结个经验 就是教练都告诉 你记住啊 你上腿的时候 就踢一脚 踢倒拉倒 千万别补 为什么呢 练散打人习惯 第一脚把人踢倒 第二脚习惯 不脑子踢 一下容易把人踢死 至少踢修科了 因为练传统武术的人 没有防护意识 抗其打能力极差 一打就完蛋 因为他不是现代科学训练的 你这东西 你能相信 古深山老林里边 藏个高手 哪不是九音真经 九二神功 一练就练出来吗 怎么可能 他躲在深山老林里边 他吃喝怎么解决 即使吃喝能解决 他得耗费多大的精力 他不像现代社会里头 有人功的吃功的喝 社会是协作的 他把精力都用的谋生 他哪有功能练功啊 他能练出啥来啊 再一个没有营养补给 我原来哈尔滨认识 个老爷子叫李春龄 练太习拳的 他是当年就是最后 身体不行了才开始练 越练越好 这老头七十的时候 我跟他什么情况 我俩对着撞 我二百多斤当时 我撞不过他 老头说这个东西不是武术 我跟你讲怎么来的 他有个徒弟呢 英语比较好 到美国那个出差 带回一本霍利福尔德的力量训练 他拿回来 老头一看这东西 他在这图里给翻译过来 老头说这才是真东西 比原来武术练那个笨劲 要强多了 这叫科学训练 这个东西不是说中国 就是不如人家国外 我们进入到科技时代 我们连这东西 也比过去要强得多 你永远不要相信 说过去人比现在人强 那都是扯淡的 科学的东西 永远是往前发展的 所以你现在这些年 很多 我估计很多练传武的朋友 或者是相信传统武术的朋友 这些年是被不断的打脸 那个实事求是这个东西 1978年讲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行不行传统武术人 别吹牛 你别一整说老梁 你不服 我跟你打一下 我也不是练讲 你打我 你打死我有什么用 对吧 你有能的 你就跟那真正的三打波击 你上去练讲 你去玩去 你别在这逗气 到时候报个警干啥 那有什么意思 你最近咱也知道 有几个人又连续报警 包括靠电视节目 包装出来那些明星 我是干电视 我太清楚这里咋炒作的 那电视里头打出了那些 十个有九个是假的 一整整个日本留学生 整个黑人 就说人家是什么拳网 帮一拳打倒了 哎呀我们把日本鬼打倒了 就自害一人去吧 那个东西 你要上这个档说明 你是个武术患者 就像以前我说 很多人认为李小龙天下无敌 你是个李小龙患者 李小龙了不起是了不起 但主要不是说 谁都打不过他 你要那么想的话 就认为中国武术 而且李小龙 根本不是武术的代表 人家这个截拳道 是自由波及 综合的东西 它可以有永春的底子 有点底子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李小龙 在武术上有这么大成就的 一个主要原因 而且没李小龙 谁指的叶问呢 叶问当年又打这个打那个 你知道黄飞红叶问 怎么出来了吗 这些所谓的广东好汉 这些所谓的电影里的大侠 是怎么来的 香港人拍电影 他肯定就近拍广东的东西 因为他同气同之 他不可能跨得挺远 在北方找英雄 所以你在香港武侠电影 总看到黄飞红 方氏玉红西关 叶问 这些人 因为他是就近找这帮人 尤其是这些人 还给他整理加工 那个黄飞红有个徒孙 这人武功不怎么地 能编故事 他就写黄飞红传说 黄飞红当年呢 跟这个十几个流氓打 最后打不过十几个流氓 给打趴下来 在他笔下去 黄飞红一个人 打败了十几个流氓 我跟你说 一个人打十几个人 如果双方都是训练 基本不可能出现这情况 然后再加上黄飞红的徒弟 大伙说朱肉龙 林世荣 林世荣有个徒弟叫刘战 刘战的儿子 就是香港著名的 那个武侠指导刘家良 你想他们拍自己老祖宗 能不往死了往好了拍吗 何况还有徐克这样的 敢于天马星空的 胡乱想象的 所以黄飞红的佛山无影角 哪有佛山无影角啊 无影角是啥 在空中连踢七角 我问你发了一点从哪来 你物理学人都找不着根据 所以就是这些都是 我们等于为了艺术加工 吹捧出来的 就像金庸的小说一样 你拿他当真事人看 那就有点完全会令你失望 我再三给当伙说 李小龙的成功 不是中华武术的成功 是他把所有的搏击术 融合到一块 因为截拳道的主要理念 其实是自由搏击的东西 他跟武术之间相去甚远 我们不否认他有永春权的底子 李小龙了不起 并不在他了不起 并不是说中华武术了不起 何况他就是真百分之百 中华武术出来的 你记住 姚明是不是中国人 姚明了不起跟你 我没有抱歉关系 那是他个人的成功 任何技能他都是个人的 你说除了姚明 整个中华民族就了不起了 就在世界篮球之林 占据一些之地了 这是扯淡 你得中国篮球队 不断地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 有好成绩 你才值得你骄傲 你就一个姚明 那他是他个人成功 中国有几个人 两米二十六高